原来这就是巴基斯坦基加工行业最专业的车销技术 看似很简陋的操作车间却是白沙瓦机械加工的领军企业 今天他们将要挑战的是加工一根长3.8米重达6000斤左右的巨型钢柱 这根钢柱的重量令人惊讶 不像其他的企业形调只有在超过1000斤的工件才会使用 都是用人台 所以在损耗徒弟这一块他们是遥遥领先 俗话说前工怕身长孔 暴工怕平薄板 车工怕洗肠肝 年轻的师傅靠边站这次只能由70岁的老师傅亲自操刀 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 欣赏一下巴铁满级车工是怎么车销高精度偏心轴的 像这么大的钢柱师傅只凭肉眼就能观察出 工件是否同心同肘 没有50年的车床经验和技艺是无法完成这项操作的 尤其这种大工件的装配很容易造成撞击的情况 因此要调整好位置和角度 此前师傅已经看过图纸 所以只需要对好刀进行车销几个 由于第一步是粗车状态 因此师傅对车刀的给劲量也是非常足的 基本做到了满刀状态 刚柱每转一圈都可以切销半斤的随线 老师傅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视 他追求的是完美的加工效果和精度 在切销时要观察表面的粗糙度和尺寸 并且非常注重手工操作 他认为手工操作可以更好地控制加工过程和精度 甚至三轴 五轴车床都比不过自己的双手 虽然都是满刀进行车销 连续四个小时车刀依然没有变顿的情况 这种强力切销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加工效率 看似老师傅操控车床非常简单 如果是个二把刀进行车销的话 早就体统跑路了 此前就有工人在加工大咒的时候 太无聊就打起河水 就上演过这种情况 真是硬了那句话不是撞击赔不起 只是体统跑路更具性价比 两侧的轴头粗车完成后 师傅停下车床并用铁链吊装大咒起到固定的作用 为了确保轴头的加工精度没有形成偏差 使用轴承套测试进行测量 得出误差值 从而评估主轴的精度 师傅的车床技术很是完美公差 没有超过五个四 随后给轴井的外缘重新加工 进一步减少余量 提升轴头外缘表面的精度 减少表面的粗糙度 虽然工作过程非常辛苦 但师傅的精湛技艺和专业知识 让车床保持在高速运转的状态 随后师傅重新调整车刀角度 使用螺纹刀给轴井位置切削螺纹 虽然从外缘车销时 师傅就没有更换过车刀 切削螺纹时依然非常流畅四滑 螺纹制作完成后 师傅调整顶尖固定位置 确保中心孔偏心距 通过卡钳测量出轴身和车床上下的高度 以此来判断弓箭庄家的偏心距 是否符合要求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再次对好车刀 开始了大咒的外缘车销工作 只是这排泄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无奈师傅只能使用铁棍 将其挑出避免出现缠绕的情况 至于后面堆积的太多师傅也懒得收拾 经过一天半的时间 师傅才将钢柱车销完成 表面光亮整洁 师傅的加工技术的专业体现 让人叹为观止 诠释了什么叫做巴铁满级车工具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 谁说只有超级大厂制作的卡车底盘才能上路 然而在巴基斯坦就有一家专门生产卡车底盘的小作坊 如此落后的生产工艺 他们生产的卡车底盘不仅能上路 就是撞上个七八次它也不会报废 这些一块块看似将要报废的钢板 就是制作卡车大梁的原材料 看完整个底盘的制作过程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抠门的富贵都有一种想购买的冲动 工人使用以缺枪沿着画好的线条切割钢板 凌乱的线条说明他们对工艺要求不高 直接使用人工完成了钢板的切割工作 随后四名工人抬起切割好的钢板 放进大型的折弯机内 如此巨大的机器 在巴基斯坦还是比较少见的 工人调整折弯机参数 在强大的压力下钢板一边被折弯机慢慢地压弯 工人继续调整钢板方向进行折弯 看似卡车大梁的钢板被折弯成形 一根根新鲜制作的大梁钢板 被工人直接抬到地上 对于两边钢板突出的地方 直接用锤子撬好 把需要制作底盘的钢板大梁重新装车 三崩崩车在小火的加速下直接猛窜 随后小火直接徒手卸下钢板 在巴基斯坦虽然工艺落后 但是他们从来不弄虚作假 厚重的钢板无不显示出他们的良苦用心 对于国内的有些商家 真是坟上烧报纸纯属糊弄鬼 接着工人用打磨机 把切割的毛刺都打磨光滑 随后把处理好的钢板 连接内部都涂抹上橘红色的油剂 这样可以防止底盘生锈保护 接着通过脚趾测量钢板需要的尺寸 用粉笔做好标记 接着工人使用以缺枪沿着标记好的线条进行切割 切割好的钢板重新固定到底盘大梁上面 为了提升卡车的超载极限 每个大梁都需要多层钢板加固 对于我们到处都是招手急停的卡车司机 没有任何限制的巴基斯坦通畅的道路 真是好开很多 通过U型螺栓把钢板都固定到一起 为了使钢板更加的紧密 打梁顶部用机械固定的狠死 接着用电焊把钢板都焊接到一起 两侧的后钢板对于经常把卡车 装到顶天的巴铁司机 完全不用担心能把它们压弯 随后工人把固定器重新取向 接着工人使用电钻在大梁上面打出许多裸孔 为了提升效率 这边的工人直接用以缺枪进行打工 不停地燃烧七八分钟 才把两层钢板烧出一个大工 随后工人使用砂轮机 把钢板裸孔有毛刺的地方都打磨光滑 把多块钢板焊接到一起的大梁看着非常粗糙 突出的焊口用打磨机需要重新打磨一遍 被焊接好的两根卡车大梁被工人调整位置 接着使用砂轮机打磨大梁边缘焊接的位置 被打磨好的边缘变得光滑了许多 随后工人使用人力调整大梁方向 两个底盘大梁重新调整好位置 接着在底盘尾部放入尾梁 慢慢地对准已经打好的裸孔位置 没问题后用螺栓固定号 用扳手慢慢地敲动尾梁位置 通过螺栓把底盘和尾梁固定到一起 接着工人开始安装已经焊接好的底盘横梁 并用米齿测量好横梁之间的间距 他们不动用任何的机械 一个大锤子成了工人最好的工具 安装好横梁后 工人使用固定器把横梁紧紧地固定在两根大梁之间 随后安装其他底盘横梁 帽子小哥则通过肉眼测量底盘是否水平 工人则使用禁锢装置加固横梁 随后用米齿测量底盘的宽度 为了能到达工艺标准工人上下来回的测量 接着工人在大梁底部放入一个支撑腿 这样可以在焊接大梁的时候有很好的支撑 通过热锚技术来固定大梁和横梁 简单的挤锤子就完成了锚钉 工人之间的信任不知道挨了多少锤子才练出来 随后再沿着大梁裸孔位置安装牵引销 并用锣霜固定好 多位工人同时操作 焊接的焊接 打孔的打孔 这边的工人继续切割大梁需要的钢板 被切割好的钢板被工人焊接到一起 随后在钢板上面打上许多锣孔 接着把锣孔模具用锤子重新敲下来 工人则通过两个支撑腿 把刚才焊接的钢板固定到大梁底部 随后用电焊把它们焊接到大梁上 眼镜哥则通过电钻继续在大梁底部打孔 整根大梁打了五六十个锣孔 这边的工人继续用电焊焊接横梁的连接处 被焊接好的大梁黑一块白一块的 一个看似非常结实的卡车底盘 就被制作完成了 你觉着这样的卡车底盘 安装自己车上你愿意吗 没想到 舒适没想到 巴基斯坦居然还有 媲美专业4S店的高端维修作坊 二手设备也能修出新花样 哪怕是发动机气缸出现大小不一 它们也能使用铁桶加固的方式 修复得完美如初 眼前这是位于伊斯兰堡郊区的 一家发动机精修作坊 虽然这里的环境看着非常简陋 但是它们的维修技术也是母牛屁股挂边 泡牛必爆了 这台进口的二手发动机就是因为忘记添加冷却液 导致发动机过热造成了活塞直接卡在气缸内 可以看到钢套表面有非常明显的划痕 原本车主详请师傅花八万卢比 重新组装一台新的发动机 这里的师傅看到后却说损坏的不是很严重 只需2000卢比就可以给发动机重新躺过 还只保两年720天 在给气缸航模之前师傅需要将钢套拆解下来 由于磨损的不是很严重师傅 也不打算更换新的 不好拆解的师傅直接用凿子 螺丝慢慢的凿过 这样钢套凿过后就可以很轻松的从气缸内抽出 随后师傅使用卡前测量气缸直径测量出准确数据 发现一缸内径尺寸远远超出其他的气缸 如果不更换新的钢套一缸就得减少内空直径 这个困难并不难解决 准备使用其他型号的钢套安装解决 经过认真测量对比后发现钢套长度多出一切 没办法师傅只能标记好位置 再利用车床车刀将钢套多余的部分切割掉 新的气缸内镜要和其他气缸孔直径必须相匹配 否则容易造成活塞磨损加快使发动机寿命减少 完成后再内壁涂抹好热滑油 随后将钢套压入钢孔中 新的钢套在安装时偏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钢体平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形 只需要用磨刀石在平面上快速打磨几下就可以 这个看似很简单 其实非常考验师傅的眼力 一般人很难做到0.01的标准 由于新的钢套和其他钢孔直径是不匹配的 所以要使用唐钢机给新的钢套进行唐钢 随着发动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现在很少进行唐钢操作了 因为唐钢的技术要求精密度是非常高的 都是以丝来计算的 也许很多人对丝这个单位不是很理解 就是一毫米等于100丝也就等于100的 这中间的误差一般都不超过5个丝 为了保证精度师傅要使用卡前来回的测量钢套直径 再和千分尺来回的进行对比 得出最精确的尺寸 然后才能调整唐钢的近几量进行切削 虽然只是打磨掉薄薄的一层 超出一丝就会导致活塞与内径间隙增大 这意味着发动机的油耗也会跟着增大 每次唐钢增加0.25的钢镜 最多可增加至0.75就需要换钢套了 在这个过程中 师傅要时刻停机检查糖孔质量 确保切削的质量完美不存在一丝的无差 完成后师傅将糖钢机拆下来 新的气缸壁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明亮 为了使新的内孔表面达到更高的精度 师傅还需要使用航墨头对孔镜进行打磨 虽然没有高端的航墨机 师傅使用电钻夹合模头简易工具 也能完成高精度的打磨 航墨头外周箱有2-10根长度 约为孔长衣3-3次的优势 通过内部的弹簧或者液压控制 从而实现均匀的外掌 室内壁形成网纹切痕 在发动机运行实机油 就会挂在网纹上减少零件的磨损 航墨完成后 师傅没有重新测量表面的精度 就直接将钢套安装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发动机气缸的维修工作 作坊虽然有点简陋 但是师傅的手艺依然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富贵只是简单地在野外撒了个鸟 就捡到一根看似给驴打针的黑色钢棍 别看他表面秀几斑斑 在富贵的眼里却是讨好老丈人的宝贝 由于老丈人经常吐槽富贵抠门 于是就决定今天请村里的车床大师 来改造这根钢棍 没想到最后的成品 让富贵的老丈人一蹦三尺高 只见年过七旬的车床大师 快速地把钢棍插进车床找盘内 随后用扳手不停地调整车床找盘 一个简单的铁棍套筒 就成了固定车床车刀的工具 随后开动车床开始车削钢棍底部圆盘 转眼间底部圆盘就被车刀削得非常光滑 随即掉落的残渣在无情的车刀下 瞬间从钢棍母体分离 底部秀气的表面被切割得非常光滑 如果这玩意在你的头顶来上几下 你的头估计比鲁蛋还亮 随后在底部用钻头打出一个小股 接着用车刀在底部边缘位置继续车销 瞬间出现的钢丝如同钢出锅的黑色面条 看着非常震撼 看似简单的操作 却需要长久的车床操作经验 随后老师傅把钢棍从车床取下来 富贵仔细打量被车销好的底部 70岁的年龄真是脚踩风火轮手里武乾坤 只用了简单几分钟就把底部车销得非常光滑 接下来工人用拟齿测量尺寸 随后用网副具把钢棍顶部切割掉 老师傅继续把钢棍固定到车床上面 用扳手随意地敲打钢棍来调整位置 对比我们早已使用竖控车床的时代 这种手工车床早已经被科技取代 接着在顶部打出小的锣口 随后工人用简易的工具固定好钢棍 只用简单人体来测量这根钢棍是否平整 老师傅继续把钢棍固定到车床上 继续用车刀来切割钢棍底部 随后用卡尺测量底部直径 没问题后工人把钢棍放到另一台车床上 开始车销钢棍表面 生锈的表面瞬间被车销光滑 接着工人重新把钢棍固定到带有滚尺的车床上 快速旋转的滚尺跃跃于世 一股热流直接刺到滚尺上面直冒清烟 不知道还以为有人在这里撒尿 坚硬的钢棍在烟雾的缭绕下出现一个大的祸口 小哥手持钢棍向富贵展示这就是自己的杰作 随后把钢棍放到台车下面开始给钢棍打上螺孔 并在上面放上一个带有螺孔的钢盘 接着用螺栓把钢盘和钢棍固定一起 回忆仰指的老师傅想用手指直接捅出螺孔 富贵连忙进行了制止 你手指头再断了自己还要赔钱还是算了吧 果然还是带电的机械靠谱 在小哥的控制下钢棍底部被直接钻头 看着被打好的螺孔富贵都想亲自体验一把打孔的感觉 随后师傅继续把钢棍固定到车床上 慢慢地操控车床车刀继续车销生锈的表面 原本粗中带系的钢棍裸露出原本的材质 这种手工车销的技术在国内慢慢地消失 时常闪现的火花富贵曾经近距离看过 差点闪瞎他的双眼 继续车销前半部分 师傅对车刀给尽操作得非常到位 在高级车床和师傅精颤技术的双重压力下 表面生锈的地方逐渐被车销干净 老师傅直接通过手感测量表面的光滑乘路 随后调整钢棍方向并重新固定好 继续把钻孔后的表面车销一遍 经过几位师傅不停地改造下 更像一个亮闪闪的大型针头 小伙计继续改造这根钢棍 快速旋转的尺刀在前头来回地切割 手指宽的凹槽直接闪现出来 前轴部分变成一个齿轮 随后测量前轴部分的齿轮是否达到标准 就这样在几个工人来回地操作下 一个看着像汽车的半轴 它真是一个半轴 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给驴打针的大型针头 成铁一出富贵直接把这个半轴 送给老丈人当礼物 看到礼物的老丈人真想直接对到富贵脸上 不送吃喝只送钢棍 大家觉着看似钢棍的半轴 直接对到脸上疼不疼 巴铁司机富贵花了22万卢比 买了一辆刚刚行驶13万公里的轻型卡车 为了让自己的这辆半新的卡车继续在泥泞的道路实现超载自由 富贵准备花24万卢比 请巴铁大神们重新改装这辆卡车 据说这家手工维修店不光能使原本已经瘫痪的卡车能重新上路 还能使改装后的卡车轻松超在个20吨完全没有问题 富贵看到重新改装后的卡车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完全没想到通过他们重新改装的卡车简直就像一个移动的棺材 不起眼的小店真是卧虎藏龙 工人已经开始拆解卡车 巴铁司机为什么喜欢自己组装卡车 因为经济困难加上没有乱七八糟的规定 并且重新组装一辆卡车只需两天就可以完成 这样在巴基斯坦非常流行自己组装卡车 整个卡车的零部件已经被拆解下来 只剩下一个看着还算新的蓝色车头 没有机器只能人工移动车辆 看来巴基斯坦的人工却是便宜 随便一招呼乌拉拉来了一大群才勉强移动卡车 接着通过吊车把卡车发动机和变速箱吊击 这个卡车的发动机看着起码还有八成金 随后工人继续拆解卡车大量 这边的工人则拆解卡车车头的连接线 接着把卡车车头的螺栓拧掉 继续喊来一辆黄配绿的可爱吊车 通过布条固定住车头 接着把车头吊击 小哥敢继续站在车头上 真是裤裆里拉屎牛叉得很 眼睛哥在说你赶紧下来吧 随后把车头放绿色的车斗里 一辆卡车只剩下光秃秃的大量 被工人重新推到简陋的车旁里 随后工人开始拆解卡车大量零件 从外观看大量并没有发生过意外 黑色的油漆依然保持完整 上一任的司机对卡车的保养还算到位 继续使用人工扳手拧动大量上的螺栓 小哥则用以缺枪燃烧大量锚钉 整个拆解的过程完全不动用带电的机械 凭借双手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随后用锤头把横梁锤下来 重新挪动卡车大量 胡子师傅则通过手动千斤顶 把卡车大量抬高20厘米 拿下弹簧钢板U型螺栓 随后把卡车后桥滚动开 继续把卡车弹簧钢板拆解掉 几位工人同时操作各干各的互不打扰 帽子小哥通过以缺枪 在大量上猛烈燃烧4分钟 在厚厚的钢板上燃烧出一个拇指大的孔洞 随后用凿子冲击切割的孔洞 接着用尺子在大量上面标记好位置 然后用一缺枪沿着标记的位置开始切割大量 不停地更换切割的姿势 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巴基斯坦的大量用料真扎实 一个大量居然用了三层钢板 被切割的外层大量钢板直接用锤子砸掉 继续把大量一头的钢板直接切割掉 接着工人在大量底部放上一个支撑架 人工台卸的方式真是简单又便捷 眼前这个一分为二的卡车车头 则是需要重新替换的车头 这边的工人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弹簧钢板拆下来 一个完整的卡车被他们拆解的只剩下两个大量了 接着工人用以缺枪切割卡车大量 也不知道他们这么切割的用意是干什么 随后用锤子把多余的部件砸掉 继续切割大量 感觉整个大量的槽钢厚度非常可以的 按照左右对称 原则在两个大量上面都切割出一个斜线 接下来就是卖力的环节了 这个帽子小哥则是黑胡子师傅的儿子 要不然也不会亲力亲为的交代 手持大锤子把大量那层的钢板冲击开 然后使用撬棍掰动大量钢板 带电的机械老板真是一样都不满 每天几个大馒头就抵挡了所有的机械 那层的槽钢被工人别了下来 随后帽子小哥窜到大量上面继续使用武力拆解大量内层的草钢 你看这笑容今天早上的大馒头没有白吃 随后把小的钢板修不到大量上面 帽子小哥则用电焊把大量上面多余的螺孔 用螺栓一一填补上 随后用打磨机把焊接的螺栓打磨光滑 接着把处理好的大量放到独具巴基斯坦特色的三轮车上 欢乐地开着小蹦蹦 接着把大量重新放到架子上 老师傅用米纸测量钢板尺子 为了提升卡车的超载能力 需要对原有的大量重新加固新的钢板 随后通过液压冲床按照划线的地方进行折弯 通过不停地折弯钢板变成一个新的大量形状 对原有的大量槽钢弯曲的地方重新冲压一遍 并对裂开的地方重新焊接好 接着把刚刚制作的大量钢板重新放到冲床上 和原来的大量拼接到一起 并用冲床慢慢地把两个大量压紧 接着用电焊把两个大量焊接到一起 随后把内层的钢板放到大量内部 用同样的方法把两个槽钢固定好 在机器的压力下快速地把两个钢板焊接到一起 别看都是手工操作 工人操作非常到位 一点掺甲的意思都没有 整个大量直接加长了两米多 富贵吃顿饭的功夫 这群工人已经把大量重新焊接到一起 接着工人通过杠杆的原理给大量打工 这样最起码省去工人五成的力量 胡子花白的老师傅这么大年龄还在这打工 真是生活不易 随后通过热卯技术在大量上固定好螺栓 这种边烧边锤的方法 真是老太太过马路不服不行 真是祖孙三代骑上阵 孙猴子汉奸都得抖三抖 随后十几个人骑上阵给大量 来个180度的大翻身 接着测量卡车车厢固定钢板 并用电焊把钢板焊接到大量上 随后把一个长的三角铁按照已经画好的尺寸 切割出大量卡槽的位置 随后用锤子把多余的钢板敲掉 继续通过电焊把三角铁焊接到大量外侧 整个大量的宽度直接提升十厘米左右 继续焊接大量其他的位置 整个大量被工人重新喷上了一个黑色的皮肤 有如黑旋风里回般闪闪发黑 接着帽子小哥继续用以缺腔 在外侧三角钢板上面稍出螺口 这边工人在偷偷的安装卡车弹簧钢板 干着活聊着天感觉很是随意 接着工人把前桥放到两面的弹簧钢板底部 用千斤顶固定好卡车前桥 两边的工人同时操作把U型螺栓固定到钢板上 不知道从那收购的一个报废的卡车后桥 满身的秀姬仿佛在诉说自己已经不想重新当后桥了 经常超载的卡车已经把这个后桥经折腾的死去活来 几位工人用已经发黑发亮的柴油把后桥清洗一遍 随后几人一起抬动差速器安装到后桥上 一个黑乎乎的卡车后桥直接拼装好 四个工人同时抬起后桥 慢慢地移动到卡车底部 通过千斤顶固定后桥安装到卡车大梁上面 工人则把刚才拆下的发动机重新吊装到大梁中间位置 已经重新焊接好的车厢用吊车缓缓吊击 远处的海运俩子说明这里有很多报废卡车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在工人的协助下车头缓缓地放到卡车大梁上面 接着工人重新把卡车排气系统安装到卡车上 用螺栓固定好 小朋友则在水箱里倒入大量的矿泉水 其他的卡车零件重新被安装到卡车大梁上面 启动的卡车喷出的气体差点吹翻这位工人 整个大梁用料很实在 估计这辆卡车超在个三四十吨完全没有问题 这边的工人在焊接卡车车厢钢板 整个车体完全是八铁工人手动焊接 车体造型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 想要什么结构的车体八铁工人都可以给你焊接出来 都说人生暂时几十年 自己怎么得劲就怎么来 卡车大梁上面已经被工人安装了一排排的草钢 这位师傅为了让卡车提升颜值 直接用清水擦洗车身 随后工人把折弯好的卡车箱体底部钢板直接放到草钢上 直接用电焊把底部钢板焊接到底部草钢 整个过程完全漏天操作 并且富贵看着慢慢成型的卡车心里满是欢喜 一点也不用担心这里工人偷工减料 车厢的整体被工人慢慢的拼接起来 旁边橘红色的卡车也是别人刚刚改装的 已经被安装好的高档保险杠 让这辆卡车前脸直接突出二十多公分 已经被喷好油漆的车体看着非常亮丽 花里胡哨的颜色直接让这辆卡车 成为这里最亮的车型 大家看到后期不喜欢这样的卡车改装方式 价格便宜且用料讲究 保证你一车传八代 二百年后你的家族长盛不衰 这辆车依然还存在 喜欢超载的司机都知道 高超的维修技术从来不需要多么高端的设备 先用车闯销 再用电焊焊 只要从眼镜师傅这里走出去的配件 没有一个回来找后账的 眼前这根传动轴在没隔屁之前它还是好的 即便花剑轴已经断成两截 眼镜师傅却还要修一修 在经过一番检查后 不光是断裂的问题 就连十字轴内部也磨损出现松框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那句话 修好修坏无所谓 先付两千卢比开开位 变态 为了能把磨损的十字轴拆解下来 师傅也是想尽了办法 锤子切割机器上阵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勉强将这个外向结分解开 为了方便观察外向 结差磨损情况 因此师傅使用另一个二手十字轴上面的套筒 重新安装进行对比 发现结差销孔出现磨损 这种情况想修复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使用电焊进行修补 完成后 师傅使用磨头进行打磨 把焊巴打磨光滑让其变得圆润 打磨完成后 师傅重新使用套筒测量两者间隙 左右晃动已经出现较大间隙 达不到0.01毫米的精度 无奈只能再次用电焊进行修补 由于补焊的位置特别薄 师傅只能把套筒直接硬砸进去把焊巴冲击掉 没问题后就可以将需要更换的十字轴重新组装好 由于巴基斯坦资源比较匮乏 想要更换一个原装配件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他们这里有很多拆件市场 师傅也是定期去哪里购买一批不同种类的配件 以防出现恶护夹挟的情况进行更换 这种磨损严重的十字轴也不会扔掉 时间空闲时就会使用电焊修复好 然后再次出售 万象节重新组装完成后 师傅将断掉的滑动花件轴固定到车床上 为了不让花件轴的长度减少 不能直接在断面处进行车销 只能从外径进行寻求突破口 让其形成一个斜面 这样后续拼接的时候会形成一个B型凹槽 车销完成后 师傅将花件轴从卡盘中取下来 这时断面已经变成一个锥形 为了更方便进行拼接 师傅还需要将万象节差固定到车床 想让节差保持童心 只能使用中心架进行固定导正 完成后 师傅利用中心钻在断面处钻出一个小孔 方便把花件轴锥形顶尖插进去 随后师傅对准小孔再利用尾座顶尖 将两者牢牢地固定到一起 保持童心后就可以进行对焊 只要把角度和位置控制的得到 就不会出现焊接金属出现不均匀的情况 几分钟师傅就把凹槽位置焊接完成 在敲打表面的焊扎后 就可以使用车床在焊接处进行车销 让凸起的焊疤更加光滑和平整 提升焊接区域的美观度 到这段列加磨损的万象节就维修完成了 它的质量和强度也达到了一轴船三代的标准 让我们一起为眼镜师傅的高超手艺点赞 每一位玩金属加工的师傅 都有一座专属于自己的车床 正所谓车在人在 他所谓车工吃饭取其最重要的工具 今天白沙瓦地区最有名的车工师傅 他的四爪卡盘就出现了故障 在固定弓箭的时候 发现班首无法拧动卡盘双向螺栓 由于师傅的店铺只有这一台普通车床 出现损坏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车床过于老旧也无法购买到新的配件 师傅于是就决定先使用三招卡盘 手工制作出损坏的螺栓 由于螺栓的顶部是一个四方凹槽 师傅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直接通过中心弓 用不同型号的钻头打出一个合适的圆形弓 再用工具直接冲出四方的形状 巴铁在手工打造零件的方式 一直走在最前列 此时师傅并没有合适的方头洋冲 于是使用这种没人要的零件 直接使用车床车消除一本 从这不难看出巴铁师傅每维修一个工具 思路都是非常清晰 他们知道维修或者制作什么样的零件 根本不需要购买工具 完全可以自己制造出来 真是想在巴基斯坦做卖工具和配件的生意 估计连裤茶子赔的都剩不下 师傅很快就把一个圆形的钢柱 变成一个顶部四方的钢柱 为了能更好的冲压四方凹槽 师傅采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加工 直接用氧以缺枪进行高温加热 等温度到底上千度左右后 师傅直接把制作好的方头插紧圆形过 再使用锤子砸进去 所以高质量的维修 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 随后师傅把钢柱重新固定到车床上进行车销 首先用反找和卡尺来回的测试 钢柱现有的直径是否合适 师傅知道大概的尺寸后就要进行外援车销 对这种细节的把控扒铁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看似漫不经心的测试 但是车出的工件在尺寸上却是非常达标的 基本上不会超过五个丝的误差 整个过程车销的非常丝滑流畅 等整个钢柱外援车销到合适的尺寸后 接下来要更换一个螺纹车刀进行车销 等重新开动车床后 要用蓝色记号笔在钢柱上都涂抹一层蓝色 这是为了在后期车销螺纹的时候辨别螺纹的位置 使师傅在车销的时候能更清晰地查看逻辑 如果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发现 等钢柱螺纹制作完成后 师傅要用蓝爪上的螺纹测试钢柱螺纹是否匹配 也要用旧的螺栓对比一下才能放心 八铁对弓箭的加工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师傅使用卡尺测量好中间台阶的位置后 车刀也不需要更换 直接沿着螺纹的位置直接进行深度切削 师傅对车床进几梁把控的也非常到位 如果进刀过多很容易崩断刀口的 在切削的过程中师傅也不需要测量 因为这是自己的使用的零件 对精度方面的要求要放松了很多 如果是别人维修的零件还是会多次测量的 中间位置车销完成后 后面还有残留的一节钢柱遗留在上面 还需用车刀车销下来 切削不到的地方师傅使用手工具直接进行切割 再用手掰下来就可以了 随后把螺栓放到反爪上面进行简单的测试 制作的还是非常完美的 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安装到卡盘内 再把反爪安装好就可以了 师傅仅用简单的材料就为自己制作一个完美的螺栓 摄影师都忍不住的给师傅点赞一下 这辆战损疾风田BRB已经整车入土五六年 自己做梦也没想到 只需要巴铁师傅在小锤不断的敲击下 如同奥特曼梦幻变身一般 直接变成原版元妻小姐姐使表一手车 在巴基斯坦根本不存在报废这一说法 因为在巴铁师傅的眼里只要还剩一颗螺蛳钉 哪怕只残留一丝原厂车机 那也只是寡蹭的小毛病 只停双手也能恢复到刚出场的模样 眼前这辆把上一代车主全家送去天堂的丰田 是师傅从废品占花五万卢比收购的 眼看就要送入拆解机内进入下一次的废物利用 眼光独辣的师傅只是随便瞧了两眼 也发现这辆车只是被磕碰了一下完全是小毛病 车身都没有断两半 还是容易变成新车的模样 如果下一任的车主巴子够硬的话 再开个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拆解的零件师傅这次直接拉到拉丸品地进行售卖 虽然破旧卖个几千卢比还是没有问题的 全身被工人拆解的只剩下整个车架 板筋起来就容易很多 虽然已经是晚上 但是师傅热情不解 想赶快修复好后让下一任的车主接手 原先的车门也被工人用铁棍慢慢地敲平整 如果大锤八十的话 这怎么也得两快一销 在整车板筋的过程中要小心仔细才行 不能放过一丝凹痕 至于内部凹陷太大的地方 师傅直接使用撬棍进行校正 防止车身再次变形 他们连支撑架都使用上来 断裂的位置直接使用吸焊条进行修复 整个过程完全是一个手艺活 没有真本事的人很难完成这么难的板筋修复 这技术要是放在国内很轻松就能拿到万八千的 车门也是把原有的车漆都刮掉 然后悄悄打打地进行修复 这个过程相当地考验手腕力量 重新安装好的车门最起码没有再次散架 为了在出售的时候增加亮点 工人直接把顶部的铁皮裁剪掉 这样就可以安装一个全新的天窗 虽然整个板筋的过程困难重重 但是难不倒善于维修的八铁师傅 经过两天两夜工人不断的努力下 这辆仿佛刚从俄乌战场走下来的战损版丰田 也算是恢复到原先百分之五十的样貌 虽然车身中还残留着阴生锈腐蚀的角度 在师傅眼里并不需要修复 这些碍眼的地方可以用厚厚的膩子遮挡掉 为了更好地把膩子刮上 不平整的地方直接打磨平整 整个车身都被板进了一遍 所以师傅在刮膩子的时候下手也比较狠 有的地方膩子厚度可达两三公分 但是刮膩子的手法非常不错 一般人很难发现厚度不一的地方 随后师傅对整个车架进行喷气操作 整个车架内外都要喷一遍 防止板筋的痕迹过大 经过师傅喷气厚的车架 让人眼前一亮 这哪里是被压扁的事故事 简直是充压一体马上要出厂的新车 处理完外观后接下来 就是汽车内的零部件的安装 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从拉丸品地废品市场购买的 从发动机 车灯 车窗 透视镜 汽车座椅全部是二手的 这样零件组装上才能符合车主的气质 等发动机舱的零件全部安装完成后 尾部的一磁板损坏明显的地方还要进一步的修复才可以 毕竟好的价格不能毁在小的细节上 内部的脚垫更是真皮的 这些装饰完全是赠送的 暴费事故车秒变豪装车 等到晚上把所有车灯安装完成后 通电后车灯也变成了LED大灯 并对车灯进行了简单测试 转眼到了第四天 整辆车就被巴铁师傅维修完成 为了让汽车保持一个全新的状态 还需要对整个车身清洗一遍 这辆报废的丰田B2B在巴铁强大的手工记忆下 变成了刚出厂的模样 虽然整辆车都被工人维修了一遍 如果没有看过修理过程的话 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辆经过大灾大难的事故车 并且这辆车被师傅挂到二手网站上进行售卖 居然售价在395万卢比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 巴铁的维修工年入百万不是梦 巴铁司机傅贵为了能在卡拉吉附近扩大运输范围 他看中了小家电短途运输的项目 于是就花30万卢比购买了一辆二手的现代H100小型货场 为了能在空闲的时候运输一下特殊种类的物品 傅贵决定花8万卢比把原先的平板货车改造成箱式货 转眼间工人已经把车厢的底座焊接完成 虽然巴铁的工作环境都很简陋 但是从底盘用料到做工还是非常讲究的 车厢的底盘被工人用曹刚焊接的非常扎实 像这家就是专门改造货车车厢的工厂 从三轮车一直到百征王的车厢改造他们都有水 所以工厂的订单也是接到熟人 富贵也是等了两个周才轮到 车厢所使用的铁皮是全新的 相比较其他的工厂都是从其他报废的车厢上拆下来的 所以生意这么好不是没有原因 很快工人就到了焊接防撞梁的工具 这群工人都是熟练工种 所以焊接的速度很快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完成整个车厢的焊接工作 只是巴铁安装的这个防撞梁看着有点单薄 还好巴基斯坦对卡车政策是非常宽松的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随心所欲改造车辆 但是国内就有很高的要求 如果货车的总质量超过3500千 就必须要符合GB115672017规定的后下部防护 防止追尾时钻入车底下 此时的车厢底盘还没有完全固定到大梁了 可以徒手把底盘抬出来 这样方便焊接车厢的前面部分的铁皮 随后几个工人重新把底盘放到大梁上 为了以后更快捷的更换其他类型的车厢 车厢底盘并不是焊接固定 而是使用螺栓进行整体的固定 虽然巴铁的科技不发达 但是脑子还是比较好使的 接着工人把折弯好的铁皮放到底盘上 通过电焊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这样车厢一侧的框架的主梁就制作完成了 随后三名工人把主梁立起来 对准位置后直接焊接到底盘上 这个地方焊接其实不需要太高的技术 美观程度不要求 只要求结实耐用 随后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右侧的主梁焊接上 车厢中间也需要焊接两个折弯的粒 这样能增加整个车厢的稳固性 他们为了增加改造的效率 一波工人在厂房内折弯所需要的材料 外面的工人只需要把折弯的材料 进行搭积木式的焊接上就可以了 只用了四五十分钟就完成了车厢框架的焊接 接下来安装车厢的箱体就变得简单很多 把折弯的铁皮有序的放到框架上进行焊接 师傅对焊接的手法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焊接的同时还能做到弹效丰盛 至于顶部突出的位置 工人直接使用铁锤进行砸平 这样能防止车厢漏影 为了更方便装卸货物 富贵直接选择车厢三面开门 这种先进的设计在国内都很少见 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地上把门焊接出来 再安装到箱体框架上 虽然都是手工焊接的 但是师傅焊接的非常有耐心 不会遗漏任何需要焊接的地方 外面的老师傅则提前把荷叶焊接好 里面的师傅焊接完六闪门后 可以把门安装上 随后师傅从室内把门炕出来 直接爬到架子上把门固定到框架里 此时组装起来就非常快接 通过荷叶进行焊接固定 至于车厢门拉手和锁 也是工人提前焊接好的 只需要把成套的门锁拉手焊接到车门上就行 整体的车厢完全不用自己购买零件 想要什么 这群巴铁师傅就能焊接出来 真是小母牛状电线牛逼带闪电 至于其他两面的四扇门 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焊接安装 至于货车的整流罩也是直接焊接到箱体上 不仅能增加箱体美观 还能降低风阻阶整油耗 最关键是它用不坏 这样的车厢巴铁都是质保一二十年 所以用料都很扎实 根本不用关心后期维修的事 车厢其他底部的零件工人则一一焊接好 随后师傅把切割好的铁皮砸板正 没想到师傅直接把铁皮套在尾灯上 至于固定更是用电焊进行焊接 看来师傅对自己尾灯的质量很放心 从来不存在维修技术 要么就是没事要么直接撞碎 安装完两个尾灯后 看到这对于防撞梁的结论还是下得太早了 这坚固程度从外观看还挺耐用的 就连尾灯也进行了保护 随后师傅把铁板安装好 这样一个坚固耐用不计成本的箱体就打造完成了 拥有三面车门的箱体 开出去如同保时捷一样很有面子 总价38万卢比的箱式货车 还是非常便宜的 真是起了怪了 今天在巴基斯坦居然看到一辆全新的东风56座大巴车 等你看完这辆车全新的那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辆车怎么和我们刚出场的不一样 原来他们使用这种指出了大梁就剩下发动机的卡车底盘 再利用别人不要的报废的钢材 经过巴铁老哥纯手工三四天的敲敲打打 就能打造一辆能合法上路的东风牌大巴车 这样的大巴车不仅拥有极强的载客能力 还有纯手工打造的高档皮质座椅 就是大巴车自带防撞的功能只能由各位乘客来承担了 而且这种大巴车的制造不需要任何部门的审批手续 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铁的司机梦想要够大 只要能出得起钱 想要多少座大巴车只需要一句话 百人坐的大客车也能制造出来 对于巴铁来说只需要把大梁无限加长 再费点铁皮就能实现 此时工人已经在底盘上焊接了六根草缸 他们为了防止载客过多把底盘踩的 多上十个人就要多焊接一条草缸 并且在没有设计图纸的情况下 工人也可以切割出尺寸合适的三脚铁 由于没有专业的裁剪机器 每一个脚铁都是工人师傅一锤一锤的砸出来的 但是每一次锤鸡老师傅的用力都十分巧妙 保证两锤子就可以把脚铁截断 不浪费一丝的体力 每一步的操作无不显示出发铁强大的动手能力 至于车厢两侧的车架也不要求质量有多好 他们也只有一个要求能遮点封挡点雨就行 由于巴基斯坦的人均日工资只有1000卢比左右 在搬运大件的时候能使用人就不用机械 所以经常看到超过三米的零件都需要五六个人来 虽然没有设计图纸 工人也能精确到五厘米以内的安装物厂 虽然整个车厢车架的焊接工艺看似十分原始化 但每一处的连接都被师傅焊接的非常牢固 随后便是车厢顶棚的安装 所用的材料也是这种只有几毫米的铁皮 为了更方便的安装 他们先把铁皮裁剪成统一的大小 并在地上在铁皮边缘位置焊接上固定铁片和卡扣 一是增加铁皮的稳定性 也能更好的安装 虽说这种薄薄的铁皮有点偷工减料的嫌疑 但是这种质量轻的铁片能降低整个车身的重量 也能减少造车的成本 大家都知道车身越轻油耗就越低 这也是很多车系减少配置的原因 每块铁皮中间都留有缝隙 但是不用担心车顶会漏水 后面多涂抹几层一子粉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师傅的焊接技术也是十分到位 尽可能地做到铁皮间的严丝合缝 在这种双保险下才能让每个客户都满意 在顶棚焊接完成后 车厢框架也要涂抹两次防锈漆才可以 这一步并非是一定要做的 要根据客户要求是否要除锈 只是整体价格相差一万卢比左右 随后工人开始安装车厢两侧的铁片 依然是原汁原味的安装方法 只是周围的铁片没想到也是使用这么薄的 毕竟这个位置是做人的 如果后面有两个小哥哥做高难度运动 这一步小心就会一脚一个大羹 好歹巴铁比三哥靠谱点 没用胶水直接粘贴上 另一边的师傅也是加班加点的 制作其他车厢的部件 通过手动焊接的车门也能保证开关十万次都不责坏 最多也就是因生锈出现掉落 车顶所需要的造型 师傅只需要这种压弯机就能打造出来 看似简单的机器也是他们唯一的大型机械 随后两名工人在互相协助下 焊接到车顶框架上 等顶部安装完成后 也要安装卡车的地板 这里巴铁师傅使用的材料是纯木地板 这种手工制作的地板 极能减轻车身的重量 还能保证车厢内东冷下肉 唯一的缺点就是木制地板 建水后容易腐烂变形 所以要在最上层再铺上一层复合板材 而一向追求卡车美丽大方五彩斑斓的巴铁 购买的二手中控台超出预留的位置 师傅也是直接用角膜机切割掉 虽然边缘位置非常粗糙 这并不影响卡车后期的使用 在安装中控的同时 其他工人已经在顶棚贴满了一层贴纸 并在底部也铺设了一层防滑铁板 善于开快车的巴铁如果没有一层铁板保护 估计每天都得有十个八个乘客摔倒 再经过这群工人一天的努力 整个车身雏形已经显露出来 并且在每块铁板上都涂抹一两层厚厚的膩子 为了能在喷涂油漆的时候更加光滑 这群工人上下其手把每一处的膩子都打磨一遍 唯一的打磨机器只能由老师傅把持 毕竟年龄大了膝的灰尘多了 也就习惯了这种方式 与此同时外面的工人也是忙得四脚朝天 他们为了不浪费每一个边脚料 裁剪的脚铁和钢管被工人焊接成座椅的框架 木地板裁剪的边脚料也被工人填充到座椅框架内 然后在边缘位置都涂抹上一层胶水 再把类似马赛克的填充物粘贴上 中间填充好海绵后 就可以把皮质的外套套进去 这样就可以把看似高档 实则拥挤的座椅安装到车厢内 等摆放好所有的座椅后 剩下的就是车身的外观了 由于这次的车主更是纯白的颜色 所以在喷漆的时候就变得容易很多 等整个车身都喷两边白色的油漆后 还要给汽车做出厂前的打瓦泡光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漆面氧化发物 此时车身的其他零件也已经安装完成 经过两天的奋战 光秃秃的底盘 此时已经对变成拥有56座的豪华大巴车 看完巴铁手工打造可舍后 不知道给他们一个洲际导弹的图纸 他们是否也能手搓出来 在巴基斯坦 创意和冒险精神不仅仅停留在汽车领域 就连挖掘机也能成为拼装的艺术品 奥德彪 一个怀揣着挖掘机梦想的冒险家 为了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 毅然决定投资250万卢比 从日本进口了一台日立挖掘机 然而机械的残酷现实却显露无遗 底盘大梁作为挖掘机的支撑核心 却在多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开裂 这样的景象就像是现实世界与梦想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胶水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神奇的力量 但在这样的情形下 它已经无力承载其重担 然而底盘的维修任务远比想象中的庞大 车身与底盘需要完全分离 这个过程繁琐而费时 更让人头疼的是 市场所在地的地面并没有经过硬化处理 一场暴雨过后 弥命遍布 让工作变得异常艰辛 这不仅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还让人感到无奈 然而面对挑战 这些维修师傅毫不退缩 为了尽快完成工作 维修师傅们决定替奥德彪更换一个完整的六手挖机底盘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需要先将拖带轮从旧底盘上拆下 然后安装到新底盘上 这个过程需要十分仔细 任何一步出错都可能影响到后续的工作 拖带轮和回转马达都安装好后 维修师傅们需要使用吊车将车身抬起 然而由于泥泞的地面 吊车时常打滑 这对吊车司机的技术要求极高 经验丰富的司机不断调整吊车的位置 最终成功将车辆停到了合适的位置上 并展开了支撑腿 然而由于地面的特殊情况 支撑腿不能直接触及地面 而是需要放置在木墩上 以增加受力面积 确保工作的安全进行 一旦确认一切准备就绪 吊转工作正式展开 首先安装好的底盘需要被翻转过来 以便进行后续的工作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三吨多重的底盘被轻而易举地举了起来 然而这一步并没有结束 因为师傅需要以熟练的指挥来 确保底盘平稳地翻转过来 但这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完成 更多的工作等待着他们 当底盘安全地放置在平整的位置后 维修师傅们首先需要清除转排上残留的泥巴 经过仔细清理后 他们开始将车身吊装到六手底盘上 这一步需要高度的精准度 以确保后续的螺栓安装能够无误进行 为了保证一切井然有序 几位师傅同时进行指挥精心协调 在车身调整到位之后 接下来就是安装螺栓的关键步骤 这时吊车司机与维修师傅的默契配合至关重要 吊车慢慢将车身放下 维修师傅们则在旁边负责将螺栓一个一个安装到位 这是一个需要细心和耐心的过程 只有每一步都精确到位 才能确保挖掘机的稳定和安全 当所有的螺栓都被布定好后 还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 只有经过严格的测试和检查 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 这哪里是维修 简直是制造 原本已经报废的卡车底盘 竟然还能通过纯手工的方式将其修复好 这种技术哪里找 巴基斯坦找老表 眼前这辆八手卡车大梁已经被拦腰挤的 这要是在其他地方 它只能被当作500克一斤的废铁卖掉 可这里的师傅却还能把它便废为薄 然而 要修复这辆卡车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由于车辆已经几乎断成两段 修复工作需要利用吊车进行辅助 使用吊车的力量将车头部分辅正 师傅们在确保安全后 使用千斤顶将车头部分顶起来 几个千斤顶默契的合作 由于千斤顶数量有限 当车头部分达到特定位置后 他们会将液压千斤顶取出 并用安全凳来支撑它 这种方法使得车头能够被支撑在正确的位置上 为接下来的维修工作打下基础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尾部仍然像悄悄摆一样不稳 所以吊车的辅助也是必须的 在经过继一个小时的努力后 师傅们终于成功将两端的大梁扶正到同一个水平面上 接下来的任务更加困难 他们需要使用人工方式将两端的大梁绞正到完全贴合在一起 尽管缺少专业的大梁绞正银 他们只能依赖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 为了防止两端的大梁再次错开 他们将缺口调整到一起后 先进行轻微的点焊固定 然后他们将继续对变形的大梁进行矫正 在一些变形严重的地方 师傅们甚至需要使用气格来加热大梁 使其变软 以便后用锤子敲打进行矫正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 现在变形的大梁已经得到了恢复 但这样还不算完成 为了使其更加牢固 师傅们决定在断裂的位置重新加一层大梁 这些大梁都是利用长度差不多一致的槽钢 他们自己切割和制作成的 在切割之前 师傅们首先在槽钢上标出切割的标记线 这些标记线会指导他们切割的位置和轮廓 然后他们使用气格工具沿着标记的位置进行切割 很快地将槽钢的头部切割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这种形状能够有效地分散硬力 使加固更加牢固 并增加了大梁的结构强度 确保卡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将大梁安装回原位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这时师傅们需要使用拉马慢慢压回大梁到原本的位置 同时用锤子敲打 以确保两根槽钢完全贴合在一起 这个过程需要师傅们密切合作 默契十足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将槽钢完美地安装回原位 为了防止安装回去的槽钢产生偏移 他们会先进行轻微的点焊固定 由于原有的槽钢上没有锚钉孔 所以焊接完成后 他们还需要使用钻头沿着原有的孔位 对大梁进行打孔 以便后续的连接和加固 另一段的大梁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 但与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新的大梁是套在外面的 而不是里面 因此在安装之前 师傅们需要将焊接产生的焊钢打磨平整 以确保两端能够完全配合在一起 打磨完成后 他们使用相同的方法将新制作好的大梁安装回去 尽管在这次连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小的错位 但问题不大 只需再次利用气格工具切割掉多余的部分及格 师傅们坚信 只要有决心 就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旦所有的大梁都安装回位并打孔完成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焊接加固 为了使其看起来更加美观 焊接完成后 还需要使用打磨机将凸出来的焊钢打磨平整 这不仅可以提高外观质感 还有助于检查看点是否存在裂缝火加杂物 打磨完成后 原本被视为废弃的卡车底盘完全得以修复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维修 几乎可以被称为是重新制造一辆卡车 师傅们的精湛技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如果都像他们这么干 谁还买配件 巴基斯坦四级车工将车床当洗床制作新配件 让那些配件商无路可走 眼前这个是后桥上的锁紧罗姆 由于卡的太紧在拆卸的时候过于暴力 导致外部形状出现损坏 原本车主想花三千卢比购买一个新的 谁知这里的师傅看到后连忙进行制止 在我这维修的话还花那冤枉钱干啥 只需要一千五百卢比 当场就可以用旧刚柱制作一个全新的 还是保两年半 车主想到能省一半的价格 于是就让师傅试一试 反正试试也不会试试 旧刚柱的原油尺寸和罗姆大小是不匹配的 因此师傅只能通过车床把旧刚柱进行车销 把顶端车销出直径和罗姆相同的圆缓 师傅此时也不需要太精确的尺寸 因此车刀的给劲量也是非常的足 随后调整车刀方向 准备给刚柱内径车销 这里必须确保车销进行 让内径尺寸和报废罗姆尺寸一致才可以 车销过度的话用电焊修补 无疑会增加维修成本 完成后师傅用卡尺测量罗姆厚度 确保两者的尺寸相匹配 随后更换一个切断车刀进行下一步的车销 切下的圆缓就是制作罗姆的粗配 随后师傅重新将圆缓钢柱固定到车床上 并进行找证 完成后还要给内径进行精细化的加工 去除表面的毛瓷和飞电 可以优化刀具路径确保内罗纹的精度和表面质量 完成后师傅更换好内径罗纹车刀 在调整好罗具参数后就可以进行罗纹车销 在车销过程中 师傅需要时刻关注加工过程 以确保加工质量和效率 虽然师傅有多年的实战操作经验 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还需要用轴头测量罗纹两者的间隙 是否达到19 显然还存在一些微小误差 罗纹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那罗纹加工完成后 师傅就可以将其从卡盘中取向 随后安装到轴头上测量两者间隙以及罗纹牙术 两者贴合非常紧密 无间隙透光 接下来再次启动车床 开始制作罗姆的六边形 首先要在顶部车销出一个正台阶 虽然师傅这里号称全能修 但是维修的设备不全只有这一台车床 因此师傅只能采取创造性的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制作 他将一个平口钻头固定到卡盘上 利用刀架的移动进行制作罗姆的六角形状 在切削的过程中师傅还要检查切削情况 以确保角度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半个小时后罗姆的六个边都已经切削完成了 确认没有问题后 新的罗姆就制作完成了 巴铁师傅的车床水平让人叹腐 就是半路抢生意让那些配件厂商难以释怀 内卷不止在中国 眼前这台康明斯直列六缸发动机 由于车主保养不到位 发动机现在也已经不能正常使用 于是车主就选择对发动机进行打修处理 现在维修师傅们正在对有底盒进行拆解 在进行拆卸时 虽然他们并没有高配的工具 但是好在他们人手中多 有底盒也是很快的就也已经拆卸下来了 接下来就可以对内部的连杆瓦盖进行拆卸了 在把连杆瓦拆卸完成后 接下来他们就可以把活塞给捅出来了 而像这台发动机 主要的损坏原因就是钢套损坏 导致水都流到了发动机内部 既有润滑不良 导致内部零件出现损坏 因为这台发动机装配的是湿式钢套 对防冻液的要求很高 而他们都是直接加自来水 所以钢套损坏也不以为急 而现在发动机的拆解过程 随着师傅们熟练的操作下 进度也是非常快的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拆卸的就是驱轴的大瓦盖 在把大瓦盖给拆卸下来后 接着就可以把驱轴给抬出来了 可以看到内部的机油现在也已经被稀释了 紧接着他们就可以把发动机钢套给拆卸出来了 拆卸下来的钢套可以看到都也已经被腐蚀的非常严重了 而现在发动机也已经被他们给分解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步骤肯定是对这些充满油污的零部件进行清洗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高配的超声波清洗机 所有的零部件他们都会采用手工配合着柴油进行清洗 在手工清洗一遍后 紧接着他们会利用高配的喷枪再次对表面的油污进行清洗 像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在经过他们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清洗下 发动机也是终于被他们给清洗的光亮如新了 现在就可以进行组装了 首先进行安装的就是全新的驱轴大瓦盖 并涂抹上机油进行润滑 然后就可以把驱轴给安装到位了 像瓦盖上同样也要涂抹上机油进行润滑 以确保刚启动时不会出现磨碎 再把大瓦盖的螺丝给安装好后 接着老师傅会用感觉就可以的感觉把螺丝给扭紧 像发动机的后面 首先会安装上全新驱轴后油风 然后再安装上飞轮盒 接着再安装上飞轮发动机的前面 为了防止出现漏油湿浮会涂抹上胶水防止反攻 在涂抹好后就可以把前端盖给安装到位了 像这种老款的大泵机都是采用非常稳定的中置秃轮轴 再把秃轮轴还有一边的大泵齿轮给安装到位后 就可以把端盖给安装到位了 在安装水泵之前 他们还需要提前在水泵上涂抹上密封胶防止漏水 由于旧的钢套也已经损坏了 他们也是购买的全新钢套 以为是湿式钢套 所以他们还需要在钢套上安装上水组圈 在安装新的钢套时 为了防止水组圈出现损坏 他们会提前涂抹上润滑油 因为钢套有点紧 在安装时 他们并没有采用大锤80进行敲击 而是采用钢盖螺丝 还有连杆箱子进行配合 把钢套给押到位 像发动机活塞他们 也是单独更换了一个损坏严重的 像活塞环是全部都更换的全新的 活塞的安装过程也是先涂抹上机油 然后调整好环口角度 接着通过专用工具把活塞给推到位 后面的师傅则是在安装连杆瓦带 整个安装过程在两位师傅的默契配合下 也是非常快的 就也已经安装好了 再用感觉就可以的感觉 把螺丝全部给拧紧后 接下来就可以把机油集滤器给安装到位了 在安装有底盒时 虽然固定螺丝非常多 但是好在他们人手众多 固定螺丝在他们极头白脸的操作下 也是非常快的就也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把钢盖给安装到位了 首先先安装上全新的钢垫 然后再安装上钢盖 先对钢盖螺丝进行预解 然后再由老师傅凭感觉就可以的感觉 给全部拧紧 再把螺丝全部安装到位后 现在他们也已经下班了 到了第二天师傅们就可以把负责顶动气门的顶杆给安装到位了 像这个过程师傅需要凭感觉把顶杆全部都准确无误的插到顶筒里面 顶杆安装好后 接下来进行安装的就是气门摇臂了 摇臂在师傅飞快的手速下安装过程也是非常快的 再把主要的部件给组装好后 接着就可以对附件进行安装了 像大蹦还有油嘴的工油管 排气质管 包括前面的曲轴皮带轮都要全部安装到位 而随着师傅们极头白脸的操作下 发动机也是很快的就也已经组装好了 现在就可以给发动机加入新鲜的机油了 机油加好后 随着就是启动发动机进行测试 在经过多次的对油路排空后 现在发动机也是终于启动成功 大家感觉这样极头白脸的维修一次 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在巴基斯坦有这样一家小作坊 他们并没有顶端的设备 只靠老旧的液压机 还有工人们丰富的经验 却能自主制作出百吨网卡车使用的重型千叶安装 首先工人会按照模具在钢板上用粉笔进行描绘 然后采用乙缺对钢板进行切割 因为他们那边的拆船叶也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这些钢板也是采用报废的轮船钢板 在把钢板给采取好后 接着工人会利用专用的支架在钢板上做出标记 然后用自制的原规进行描绘 目的也是为了标记处需要进行冲压的孔位 以防止位置出现偏差 因为钢板都是从轮船上切割下来的 钢板上也难免会有残渣 工人还需要用凿子把残渣给清理干净 用角膜机进行细致的打磨把钢板给打磨平整 而在进行打磨的期间 负责冲压的工人还需要给冲压机更换上专用的卡盘 等更换好后 就可以通过钓链把沉重的钢板给吊装到冲压台上 然后通过冲压机进行冲压 而这些凹槽的作用就是储藏黄油对牵引座进行润滑 再把凹槽给冲压好后 接着他们还需要把钢板放入这台大号的冲压机上 进行整体的冲压塑型 在经过冲压机进行冲压塑型后 现在鞍座的整体轮廓就已经冲压成型了 接下来就可以对鞍座进行组装了 首先工人会根据专用的模具 对鞍座进行切割 以便于后续安装底部的支架 在切割好后 他们还需要用角磨机对切割位置进行细致的打磨 由于主轴还有支架都是提前制作好的 现在他们只需要测量好安装位置 用电焊把支架给焊接到位就可以了 而像这个组装过程最为重要的就是牵引座的锁块 对于锁块的安装位置 他们会采用专用的模具进行描绘 然后采用以缺对多余的位置进行切割 在牵引鞍板上切割处用于固定锁块的主销孔位 锁块他们会通过电焊给牢牢的焊接到鞍座上 因为整个牵引座包括内部的零件 基本都是他们手工制作的 并没有配套的零件 他们需要现场对这些钢板进行切割塑形 然后通过电焊给焊接到位 对于固定牵引销的锁勾 还有安全销他们还需要现场进行切割制作 通过高配的切割壁 对这些加厚的钢板进行裁切 然后利用台钻进行开孔 而固定牵引销就是通过改变锁勾的方向 对牵引销进行固定 安全销的作用就是对锁勾进行线位 像这些操作手柄也都需要他们现场进行制作 包括安装孔位都需要他们现场进行裁切 整个制作过程他们也并没有高配的图纸 所有的安装位置和形状都是全部平静验进行制作的 虽然过程看着简陋 但是他们要的就是性价比 再把安座里面的联动机构 还有副位弹簧给安装好后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底部的制作了 首先他们会在制作内部安装上尼龙套 然后通过大号的螺丝把制作给固定到位 再把固定螺丝给拧紧后 现在牵引安座就已经组装好了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用角膜机 对表面的拂袖进行细致的打磨 然后在安座的底部喷涂上黑色的防袖油漆 在表面喷涂上防袖底机 然后在喷涂上亮丽的红色的色机 现在这个牵引座就也已经终于制作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制作出来的牵引座 应该卖多少卢比合适 半轴断开不用愁 八铁师傅一出手 一台车床修所有 眼前这根拖拉机半轴在没坏之前 它是好的 所以才拿来这里进行维修 师傅打算这切一段 那切一段只为看官一个赞 就算不赞也要看 想要对其进行精确的维修 万能的车床肯定必不可少 师傅首先将突原部分 固定到车床的三爪牌上 固定好之后将花件部分拼接起来 但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进行焊接 为了确保维修后的长度 与原来的一致 师傅需要先利用卷尺 对其整体的长度进行测量 得到精准的数值后 拿出花件部分 然后对断面进行车销加工 首先将断面车销平整 原本师傅打算车销个破口 然后直接进行焊接 这样虽然是快 但是这种方法不会太牢固 所以他决定利用凹凸的结合方式 进行拼接 这就意味着工作量大大的提升 而且只能加量不加价 但为了能让车主用的安心 走的放心 就算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 即便他用的是普通的手磨尖刀 他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点一点的 进行车销加工 一丝车扒刀 刀刀剑铁销 还顺便进行了倒角 将斜接面车销成斜面 这样后续拼接起来就形成破口 不到20分钟 他就将这一端的断面车销出一个正台阶 接着利用卡尺测量检查一遍 检查没问题后 这一段就算加工完成 花件部分的这一端 也是利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操作 两端都加工完成后 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并利用卷尺进行测量 但卷尺也只能用于测量半轴的整体长度 拼接部分需要利用卡尺才能达到精准的要求 因为经过加工后 圆半轴上的一部分已经缺失 为此 师傅找来了一段与半轴同材质的铁棒 并测量出所需的长度 准备对其进行加工以替代缺失的部分 因为半轴的两端都是加工正台阶 所以这根铁棒上面就是需要加工负台阶 这同样需要利用车床加工 才能够保证后续拼接起来同心同胀 为了防止在打孔时钻头偏移 师傅首先会利用中心钻钻个中心定位孔 然后使用小钻头打孔 接着在利用中钻头进行扩充 打完孔后利用切断刀进行切断 由于利用钻头打孔 内控精度还远达不到要求 所以切割出来后还需要利用那孔刀 对内孔进行精驾工 为了后续焊接起来更加牢固 加工完成后还需要换上尖刀 对其端面进行倒脚 将端面加工成斜面 这样后续拼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B型破口 两端都加工完成后 就可以将三个零件拼接起来了 这时需要两位师傅配合 一位负责帮忙扶持零件 另一位师傅则负责进行敲打 在敲打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互相信任 总之就是一个敢扶一个敢敲 将其敲回原位后 还需要利用卷尺测量一遍 检查没问题后 就可以将其固定到车床上 准备进行焊接了 在进行焊接之前 师傅会启动车床 检查半轴和铁棒是否同心 一旦确认没问题 就可以进行堆焊 将它们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罕接完成后 半轴和铁棒被成功连接在一起 但为了确保表面光滑一致 师傅需要使用车床进行加工 将突出的部分车销平整 并车销出半轴的原有轮廓 由于普通的螺纹刀车销不出所需的光洁度 由于普通的螺纹刀车销不出所需的光洁度 在轮廓后 师傅还需要利用挫刀打磨一点 然后再利用卡尺检查 检查没问题后 车销工作就算完成了 但整体工作还不算完成 焊接的花剑部分明显是没有的 所以师傅还需要加工花剑 可这里又没有洗床 师傅只能利用搅磨机一点一点的切割出花剑槽 为了能让整根半轴看起来光亮如今 花剑切割出来后 我还需要利用抛光轮对半轴的整体 进行打磨抛光除去 经过抛光之后 现在整根半轴看起来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为师傅高超的手艺点赞 眼前这根已经被维修过好几次的卡车前桥 如今又因为车主只多拉了一点点 又导致前桥又断裂成了两半 原本车主都想着直接卖废品的 但是听到车友说白沙瓦的眼镜大叔可以进行维修时 于是就毫不犹豫的找来一台小卡车 把前桥给运送到了眼镜大叔的维修店 让其进行古法维修 因为前桥是连同羊角一起运送过来的 所以为了便于对前桥进行维修 首先他们就需要把两边的羊角给拆卸下来 像这种前桥的羊角在进行拆卸时 也是比较简单的 他们只需要把连接羊角的主销给敲出来 就可以把羊角给拿下来了 然后为了便于对两半前桥进行对接 师傅们还需要用角磨机对前桥的断裂点进行细致的打磨 在打磨好后 接着师傅们还需要把之前维修时用于加固的钢板给裁切掉 随着师傅熟练的掌控已缺把钢板给切削下来后 现在他们就可以把两半前桥给拼接到一起了 在拼接时 为了防止前桥出现偏差 他们还需要在两边的前桥上垫上木块对前桥进行固定 因为要测量两半前桥的固定支架 然后找两半前桥的水平度 他们还需要用角磨机对支架进行打磨 然后通过钢尺对两段前桥进行测量 用小锤40对不合适的位置进行调整 并通过水平仪对两半前桥的水平度进行测量 因为如果要是同心找不好 两半前桥不同心 轻则方向跑偏 重则轮胎就会吃胎严重 在经过两位师傅细致的测量后 现在就可以采用电焊对断裂点进行焊接固定 而为了防止在进行焊接时 两半前桥出现位移 他们还需要用钢尺进行多次测量 采用稳妥的方式对断裂的前桥进行焊接固定 在经过简单的焊接固定后 因为断裂点并没有提前打坡口 现在师傅还需要用电焊对断裂点进行烧刨 用电焊在断裂点烧刨出增大焊接面积的坡口 坡口的作用不光可以增大焊接面积 同时也可以在焊接时把断裂点给焊透 也为焊接过程作为前桥维修的重要步骤 因此师傅需要进行细致的焊接 而把断裂点给焊接好后 现在也已经到了傍晚 虽然经过焊接后 前桥也可以使用 但是为了让车主多用几年 师傅又找了一块纸片 用纸片对前桥的宽度进行测量 然后再对纸片进行裁剪 用钢纸对纸片的两边进行测量裁剪 以便于后期裁剪用于加固的钢板 而为了进行加固 前桥的侧面师傅同样需要用纸片进行踏焰 然后对纸片进行裁剪 再把侧面给裁剪好后 现在前桥底部用于加固的钢板也已经裁剪好了 现在师傅就可以通过电焊把钢板给焊接到前桥上面了 像焊接过程也是采用满焊进行的 这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我们看他们是如何对前桥的侧面进行加固的 对于侧面他们也是裁剪了一块能够正好卡在侧面的钢板 然后对于钢板与前桥的固定同样也是采用电焊进行焊接 再经过长达十几分钟的焊接下 终于也是把用于加固的钢板给焊接好了 现在维修过程也已经接近尾声 为了美观他们还需要对焊接处的焊点进行细致的打磨 再经过极头白脸的维修下 断裂的前桥也是终于维修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维修一次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这是真正的活补也是真正的离谱 眼前这个拖拉机轮胎被锋利物划开一个大口子 可这位老师傅却说他还能补 就问你服不服 在修补之前老师傅需要先对伤口进行扩充 可这里连个二手的打磨机都没有 他只能利用刮刀一点一点的对伤口进行打磨 将伤口附近的位置打磨至粗糙 这样后续在粘贴补片的时候会更加牢固 为了方便进行后续的缝合 将里里外外都打磨至粗糙后 老师傅还需要利用剃刀 将多余的毛边切除掉 伤口处理干净后 老师傅开始用尼龙线对其进行缝合 这颠覆了我对补胎的认知 没想到除了衣服之外 轮胎竟然还能用针线缝合 简直是不要太离谱 师傅一波操作下来行云流水 这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而是老师傅用60年青春换来今天的成果 如今已经修成正果 现在他除了感情不能缝之外 其他的都能缝 轮胎伤口缝合完成后 师傅拿出胶浆进行涂抹 这些特制的胶浆是师傅利用橡胶水和汽油做溶剂 使生胶片溶解而成 因为修补的是外胎 普通的补片根本用不了 所以师傅只能用内胎的衬垫自己制作 为了能让补片后续粘贴更加牢固 切割出补片的大小之后 还需要手动将补片光滑的表面一点一点的剔除掉 让粘贴的一面变得更加粗糙 剔除完成后 在上面再刷上一层胶浆 接下来填补生胶片 因为受损处有橡胶缺失 所以生胶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填充物 为了能让修复好的轮胎更加美观 伤口利用生胶片填充完成后 师傅还需要利用刮刀 将高出轮胎部分的生胶片剔除掉 为了能够使补片能跟轮胎融合在一起 补片在贴回去之前 师傅还需要在补片上面粘贴一层生胶片 这样通过高温流化之后 就能与轮胎那笔互相结合在一起 把生胶片贴回去后 就是最重要的高温流化 在这个简易的流化机上 师傅首先对模具进行加热 当模具达到所需的温度后 便可以将轮胎安装到流化机上 别看师傅今年已经75 但身体非常硬朗 重达几万克的轮胎 他一个人轻轻松松的 就能将轮胎放到准确的位置上 在流化之前 师傅还需要利用工具 将流化的部分压实 以确保在高温流化过程中 不会产生气泡 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高温流化过程 现在这个拖拉机轮胎已经完美修复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了让修复后的轮胎看起来 无法察觉维修痕迹 把铁师傅运用烙铁巧妙的修整轮胎边缘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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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师傅的细腻技巧和耐心工作 让修复后的轮胎和原始轮胎毫无差别 像这么修复好的轮胎 后续再用三年都没问题 有问题也是别人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